悟空电影,我是你们的空姐,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美国惊悚片《老师不是人》 这天学校转来一个金发妹,而这天学校又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体育老师被不明车物袭击,晚上又像没事人一样袭击了一名黑发女老师 一夜之间所有老师几乎都被袭击了 被袭击的人频繁喝水,一天要喝几吨水 但第二天那些老师又跟没事人一样进去上课 凯西在足球场上闲逛时发现了一个不明生物 生物老师检查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生物 一会儿的功夫就繁殖出个同类 另一边橄榄球悬手史丹在难预示淋雨时 突然闯进来了一位女老师 史丹被吓到了,她碰到了一下女老师的头发 轻松扯下了一大片 她将这件事告诉校长 校长说那名老师因为得懒症,带病工作不幸死了 各种各样奇怪的现象让凯西觉得很怪异 于是她和好友溜进办公室查找疑点 中途体育老师带着一位老师进来了 他们躲在衣柜里却被老师的干尸吓到了 同时衣柜外面体育老师干掉进来的女护士 两个人撒腿就往办公室外面跑 他们出去后抱了紧 但老师们却把尸体换成了人偶 所有的事情也都被忽悠过去了 后来凯西去学校里的其他人说明情况 他们分析认为有异形生物 他们在和异形生物对抗时切断了手指 被切断的手指变成了独立的生物爬洞 其中有一个药剂爱好者用试剂插进老师眼睛里 老师竟然死了 他们解剖发现这些生物是靠水生存 一旦脱水就会死亡 于是他们制作了脱水试剂 可以干掉那些异形 为了拯救整个学校 他们决定找出并消灭异形的母体 为了证明自身没有被异形占据 六人分别吸了试剂 但是他们中还是有人变成了异形了 后来外出查看情况的史丹也变异了 就在他们想出门寻找更多试剂时 金发女原型毕露 开始对他们下手 而金发女竟然就是异形生物的母体 最终凯西用剂抓住了母体 她将所有的试剂插进了她的身体里 异形生物脱水而死 所有被异形生物占据的人类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第二天学校又恢复如初 电影的利益很有意思 在这部电影中 人类比异形还恐怖 分不清身边的人士敌世友 露出人形的黑暗面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发现学校的老师变异了 你们会做些什么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了我的视频就是我花果山的猴子啦 点赞加关注来我花果山不迷路